你 您不能进去 我们这儿没有垃圾可捡 姑娘 我不是捡垃圾的 我是来找我儿子 您儿子在我们公司上班 您开玩笑吧 他叫什么名字 李腾飞呀 李一总 真好 我平时啊就在这儿工作 阿姨 您请喝茶 谢谢啊 没关系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李总 那我先出去了 有事您叫我 好 先忙 好 来 咱坐下 好好好 来 先喝喝水 好 儿子 妈看到你这么有出息 妈真为你感到高兴 妈 儿子呢 再好一点 我就把你接过来 好 你说你给你买的新衣服 你也不穿 飞机也不坐 提前来了也不说一声 难怪人不放进来 儿子 妈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说什么呢 妈苦日子过惯了 你寄给妈的那些新衣服 新玩意儿 一是妈不会用 二是妈也舍不得穿呀 再说了出门在外 穿这么好 不是遭贼惦记吗 妈 这个衣服脏了 咱可以洗 旧了咱就换新的 东西坏了呢 咱就修 不 过时了 那就给她淘汰 好吗 或者是给那些需要的人 我可就您一个妈 你干吗这么省了 你说儿子在外边 这么辛苦地打拼 不是希望 您能过得好一点吗 儿子 妈知道你懂事 孝顺 妈没有白疼你 对 瞧你哭什么呀 本来挺高兴的 人看到了还以为 儿子不孝顺呢 谁敢说你不孝啊 我跟他拼命 儿子 你看 妈给你带什么了 又带这么一堆啊 山河头 咱家后山那个 妈自己种的 来来来来 这回啊 妈还给你几个好兄弟 哥带了一包呢 有一个叫什么 鱼 鱼是什么 他特别爱吃咱的山河头 这个 他叫啥 余蓬月 对对对 瞧我这记性 余蓬月 妈可想他们了 啥时候带我去见见他们 啊 吃啊吃啊 有 还有 我租那房子太小了 所以 这两天您就住这儿啊 这房间很贵吧 住一宿得花多少钱呢 儿子 妈不讲究的 妈 你先坐着啊 咱们不想省钱那事儿 儿子有钱 你就踏踏实实地住下来啊 明天呢 我带你出去转两圈 咱来一趟 不也得体验一下 大城市的生活吗 对吧 对对对 我今天躲着上电话 妈 喂 陈老 爸 去上海啊 好 我知道了 妈 不好意思啊 临时接个电话 我明天得去上海出差一趟 但我就走一天 去忙吧 妈不耽误你 啊 忙吧 要不然这样 我找个人陪你 找人 谁啊 你不是一直说 希望我找个女朋友吗 我保证找的这个人 你绝对满意 好 好 好 喂 喂 小雨 腾飞 有什么事吗 有个事得请你帮个忙 你放心 不是公事 是跟我妈相关的 你妈妈 阿姨出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的 我呢 刚接到通知 公司让我去上海开会 正这个节骨眼上 我妈过来了 又提前没跟我说 弄得我措手不及了 我在想 你明天有没有空 陪她出去逛逛 我晚上就回来 你找杨子陪是不是也行啊 杨子也有空的话 我就不找你了 再说她粗心大意的 我也不放心 你别多想啊 这事跟工作 立场都没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帮个忙 余蓬月不会 连这事又管吧 那行吧 那行 谢谢啊 我马上帮我把联系放声发你 好嘞 这事 kid 我给我 Feel free 你ias 快 你 追 你怎么回事 觉得心里有困 不好意思在这住了 不好意思 你想多了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为了我妈 所以没什么愧疚的 叶芝丘有一句话评价你 说你就是个伪君子 但凡有一点能为自己开拓的余地 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心安理的 但开人挺准的 只可惜 小语看不准 我妈来看我了 但是呢 我今天临时不见了 就是去上海说趟差 没办法 就只好让小语替我照顾小哥妈 她答应了 所以这两天 你可能就见不到小语了 你又搞什么花样 搞什么花样 见个家长而已 你放心 他们俩一定会相处的 好的 我好想看清楚 ちょっと这里 我说我不想着想 不要想着想护自己 你保护我 在开小丽 怎么不敢带我到底大雪 切 full 绕费 技術的 她今天请假 请假 那那个老太太是谁啊 那是李腾飞他妈 他妈正好来北方市看的 李腾飞呢又赶上出差 所以呢 就想让小语帮忙照顾一天 谁知道是故不故意的 我看是李腾飞 想造计成事实 小子 你危险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次你再输了 那我可真的就爱莫能助了 叔 我求你 我这儿烦着呢 你别再说风凉话呢 开个玩笑啊 一点用我感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对自己没信心可以 你对我们家小语不能没有信心 明白吗 我姑娘 对朋友 对朋友的事情有求必应是真的 但是 我们家小语绝对不是那种 脚踩两只船的姑娘 明白吗 我妈 妈 小语 今天辛苦你了啊 谢谢 让我妈逛了这么一段片 其实我也好长时间没逛街了 陪阿姨也顺便放松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的 小语啊 这个你拿着 这是 这回我来啊 也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个你拿着 妈 不用 怎么把她带来了 不用阿姨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真的不用 你 你是不是嫌弃啊 这怎么会呢 当然不是啦 那我给你带上 来 来 来 也是我妈的一份心意 不知景点 你们收拾吧 好看 真好看 谢谢阿姨啊 谢什么呀 以后啊 我不在北方市 还得麻烦你替我照顾腾飞 腾飞这么独立的人 他哪需要别人照顾呀 再独立的男人 身边也得有个女人呀 你说是吧 妈 吃饭 好 腾飞啊 你啥时候带我去看看 你的好朋友 与不悦呀 咱俩 哟 晓语 你什么弄一镯子呀 这一看你就一老物件 我妈来了 我正好出差 晓语呢 就陪我妈逛了一天街 我妈心里特归不去 就送了礼物 这个镯子这么孤朴 不 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吧 这一看就又是祖上传下来的呀 那还用说吗 当时我奶奶手里就有一个 是我爷爷的妈妈传给她的 后来我奶奶又把这个镯子 传给了我妈 我妈说等以后我有了媳妇 再把这镯子传给我媳妇 但是我这媳妇现在还 你不给你 姐姐 我不能帮你 我女的 我女的 不 我不跟她的 我女的 不 疼肥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个镯子它这么贵重 你帮我还给阿姨吧 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走吧 太致 再去查一遍李腾飞的背景 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明白 您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们 这就日久见人心 我希望你是一个有心之人 我明白 成了 我明白 这件事交给我们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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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啊 妈 汤飞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这是 来 汤飞坐下 坐下 这么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没有 就是 有点想家了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汤飞 你到你自己儿子这儿 麻烦什么麻烦 我求之不得了 每天就盼着您来看我 可是 我总来公司找你 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啊 放心吧 不会的 来 喝 汤飞 刚才我在楼下 看到你们公司的叶副总 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 我听到他们在说你 说什么 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 但是感觉很严肃的样子 没什么 最近呢公司有点麻烦事 大家都挺着急的 你放心啊 那叶总送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那是我们董事长 董事长 他 他叫什么名字 陈护生 你 你这怎么了 是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没有 刚才 没有 妈就是 想回老家了 要不我带您去一趟医院检查一下啊 不用 不用 妈 身体好着 在老家还可以爬树打核桃呢 没事 妈真的没事 就是想回家了 这怎么突然间就想家了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 想回家了 妈 有儿子的地方 那就是您的家 儿子 这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 再过几年啊 你也该有自己的小家了 妈总不能陪你一辈子 你聪明能干 将来一定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 可妈在这里不习惯 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可是没有一间屋 是咱自己的 这里人山人海 可没有人跟妈说话 这吃得再好吧 我总感觉 没有咱自己争的磨香 妈是真的想回家了 行 想一下咱就回去 待够了再回来 好吗 好 好 妈 你打算哪天走 我去送你 我想明天就走 这么急 好了 好了 别送了 您回去吧 我知道怎么进去的 阿姨 阿姨 那您到了大山 您可千万保重身体 那边寒气特别重 我给您买的护卫就放在这包里 您千万记得穿啊 好 好 謝謝您啊 小宇 还专程来送我 阿姨 你太客气了 我跟腾飞是好朋友 来送送您是应该的 那您跟腾飞说会儿话 我去看看检票了吗 好好好 多好的闺女啊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能有这个夫妻 帮我给我 歇会儿 腾飞啊 嗯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个姓叶的副总见了你呢 总是跟你称兄道弟的 可是我感觉他背地里 没有把你当朋友 还和老板嘀嘀咕咕的 要不你别在这里上班了 换一家公司行吗 妈 现在本来找工作就难 找一个自己喜欢就更难了 你放心啊 我心里有说 还有 你跟你的好朋友余彭月 是不是弄矛盾了 谁跟你说的 那还用说吗 以前你一提到他 就眉飞色不得说个没完 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 可是我这回来 你没有主动跟我提起他 也没有带我去见他呀 最近大家都忙嘛 再忙也不能丢了情分呀 是吧 他可是你大学里的真朋友 不像现在公司里 认识的那些人 那不一样的 妈 你放心 你儿子不是无情无意之人 妈 妈知道你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这个男子汉 就该承担起责任了 就算之前做错了什么 也不要紧 认个错没有什么大不了 听妈的话 跟你的朋友聊一聊 把你的真朋友找回来 阿姨 一路顺方 妈 那个行李在下边 你走着别忘拿了啊 镜鸭片记得还是吃啊 妈 阿姨 一路顺方 谁ם老是他 都高得和福 你谁就没特别 你责任的人 老是老是马荣 老是老是他 你等到和别老是 老是什么 老是 还是没能留住我妈 又让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她有自己的想法 做儿女的 还是顺着老人家的心意来吧 我这么一想 我们这些北漂啊 真是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的 你想啊 哪个北漂 不是把您迈的父母 丢在老家里 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 比后鸟千玺还少 有媒体曾经统计过 如果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北漂 一年回家一次的频率 来计算的话 那这辈子 还能见到父母的时间 也就剩一个月了 这么一想啊 我们这北漂心真狠 要是家乡能有更好的 发展机会 谁愿意背进离乡呀 大家也都是身不由己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 想念佳人就可以 打个电话视频一下 总比之前三年五载的 都得无硬心的强 一根网线 哪能承载得起 尽情绪之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总不能 隔三差五的 就买机票 火车票 往家赶吧 就算有那个钱 也没有那个时间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北漂的经最难念 是啊 一方面呢 还是想拼一把 努努力 对 但是又不舍得 大城市的机会和事业 另一方面 受限于大城市的 高昂生活成本 没法把他们接来啊 这么一想 我们当年要做那个 虚拟办公室项目 还真挺有需求的 停车 出什么事了 哦 我忽然想起点事 我得回公司一趟 什么事这么着急 就是工作上的事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走了啊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 我打车就行 你再跟我多说一点 关于李腾飞的事呗 你问这个干嘛呀 前段时间呢 陈老怀疑李腾飞 跟别的公司有勾结 就让那个姓业的去调查一下 结果这姓业的纯属弄事啊 什么也没查出来啊 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 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来 我当着陈老的面 才能狠狠地 扇那姓业的一大嘴巴呀 看在你这么对付 叶志丘的份上 行吧 你想问什么呀 你说什么 李腾飞的老家 不是晋东县是隋安县的 我当时听周 李腾飞的同学说 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 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 和全村人签到了境内 陈老的老家也是隋安县 这么巧吗 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 哪年出生的 嗯 好像是八七 八八年 你确定是八八年吗 那怎么了你已经一诈 八八年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不是 你现在听我给你分析啊 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 李腾飞刚出生不久 他爸爸就去了上海 而陈护生 不是 陈老 就是八八年到的上海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 都是隋安县 难道这一切 都只是巧合吗 那问题是 他们一个姓陈一个姓李 你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 也是啊 不过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 搞笑的 他爸叫什么 哎 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 嗯 你说没这起什么腾肠好烈的名字 嗯 他爸叫李世民 搞笑的 你踩什么刹车 你吓死我你 陈老的原名 叫陈世民 他改过名字这件事 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郭夫人高兴的时候 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那叫飞飞的还那么多呢 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这我哪知道呀 不是 他还在你们那上班 你查一下紧急联系人 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哎 你往哪儿看的 我要回家 你听见了没有 我还去哪儿看 全在这里了 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 不该问的别问 忙你的去问 知道 不管他干什么 你统统给我记录下来 随时跟我汇报 随时跟我汇报 你要密切注意 跟他接触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 一旦有这女人的消息 随时跟我毁报 干什么呆呢你 出个大事了 走开 出什么事了 咱们俩 有发财了 陈老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来发我了 陈老 是这样 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 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 是关于李腾飞 李总的 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呢 上次您吩咐叶芝秋去查他的时候 我不是正好也在吗 那既然听到了 我肯定得给您帮帮忙 替您分为忧嘛 那倒是挺积极的 打听到什么了 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 刚出生不久呢 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 后来死在了上海 那会儿他才不到三岁啊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还用你来告诉我 我还打听到咱们李总的老家 不是靳东 而是隋岸 另外 我还听说 咱们李总的父亲 叫李世民 他的母亲叫 李应春 跟您说了不要来犯话 听不懂我的话吗 赶紧给我滚 我滚 你别生气 我 我 你 怎么样啊 程老听了是什么反应 有没有脸色都变了 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 反而把我骂了一顿 这下惨哪 要是让兴业子知道了 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你说他听了之后 什么反应都没有 还骂你了 他让我滚 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 走吧 傻子 我 有道是英雄莫闻楚楚 你很有意思 也很有潜力 坐怀不乱 离威还有极致 我果然没看错人了 智隆 您过下啊 程故事 你居然背着我 给这个女人信心 程故事很好啊 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 是谁立派众议 让你做了我的丈夫 是谁帮你创办了越南集团 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 还惦记着那个孽州 你就被我从这里滚出去 从国家滚出去 从越南集团给我滚出去 我能给你的 现在我也能亲手把她收回来 我会是谁 我会干的 你真的要是谁 我会是谁 你太好了 对我 是谁 我会是谁 威主 喂 妈 你怎么这么往来的 oped非妈 我是你长柳叔 你妈他 我妈怎么了 你妈他这两天 一直觉得不舒服 说是心口疼 偷我进城的时候 帮她带点药 这药我家里还有点 今天吃过晚饭 我说先帮她送过去 谁知道一进院门 发现她晕倒在院子里了 我妈的人呢 我和村里人一起 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 医生说 她可能心脏有毛病 说是要动手术 陶飞啊 你快回来吧 你妈她闭着眼睛 都在喊你的名字呢 我知道了 六叔 我 我马上回去啊 麻烦你跟医院说一声 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 这里治不了的话 咱们就去县里 去省城 来北方市 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 多少钱都行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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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瞧 你有事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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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陈老刚刚才知道 帮我跟陈老几个家好吗 我妈她病了 我得回老家一趟 不是 还不几家 回老家 不是 那这边工作怎么办 现在这是要紧的时候 你 你这不是 你能辜负陈老对你的信任吗 这是工作 没我也能进行 但我妈我只有一个 喂 六叔 喂 腾飞啊 这你医院治不了 我们现在送你妈 去市里的人民医院 你一会儿啊 直接去人民医院吧 哎哎哎 哎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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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哎哎 来了 喂 六叔 cco猫icias 怎么晚上 很只有家人 好 Parco 对了 窦窦窦窦 知名窦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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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她的家属还没到吗 应该快来了 我给她打电话 她手机关机了 刘叔 刘叔 你可来了 妈 妈 你母亲的病 还是挺严重的 这次手术 只是先暂时帮她脱离了危险 并不能彻底跟穿隐患 要想好起来 还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还得手术 那 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 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 所以我建议你 还是带她到北方市去看看 我妈这情况 她什么时候适合追悦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 好 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 别到了再现场 另外钱的方面 要赶紧准备起来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医生 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反正不是个小数目 我知道了 医生 好 谢谢你啊 辛苦了 慢点啊 嗯 你小口就行 呗 嗯 医生说了 你没什么大事 但是最好的还是 去大城市医院检查检查 等您稍微好一点了 咱就回去 啊 你瞧 上次不让您回去对了吧 那没事 有您留书在这儿就行了 什么没事啊 您都晕倒了 还没事呢 注意点 你这么忙 赶紧回去吧 放心吧 公司那边我都请好家了 没事的 你还在那家公司工作啊 在 换个公司 妈不喜欢那些人 好 就说 这个治疗费和住院费 我已经都交过了 这趟出来得着急 没来得及取太多现金 这些你先拿着给我妈备用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去取 别急 钱不够 我和大伙先帮你垫上 谢谢您和大家 我马上还得再回去一趟 一来是给我妈找一个 后续治疗的医院 二来是回公司请个假 我妈这儿 可能还得拜托你 再照顾几天 放心吧 你妈 我妈会照顾她 谢谢刘叔 那我先回去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 什么 李腾飞的妈妈病了 这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 前天宴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他妈们得了什么病吗 说是心脏病 不过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借口 说不定这两天 他就来找您辞职了 不光是在杨兴伟那小子 已经辞职了 您说 这不是明摆着 他们和于鹏月是一伙的吗 陈老 李总来了 等您瞧瞧 说曹操曹操到 让他进来吧 是 李总 行 有什么你就直说了吧 陈老 你是不是也想要辞职 辞职 谁说我要辞职 杨兴伟都辞职了 你不辞职吗 杨兴伟辞职了 我怎么知道 你看你 你看你 你们连表情都一模一样 能不能有点创意啊 好了 志秋 腾飞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陈老 我妈的前天晚上 犯了心脏病 刚做完手术 但是情况比较特殊 可能得 去大于月二次手术 我们家里没其他亲人 所以就只能 我自己去照顾一下 想跟您请个假 请一段时间的假 我昨天已经托叶总 跟您说了 但觉得还是亲自来说 比较好一点 陈老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李总要是请假了 这工作谁负责 他的工作 那你先顶上 我 我啊 腾飞啊 你妈妈生病 你想去照顾她 这我理解 可是工作上的事情 一直都是你在前头 你突然不在了 进度上肯定会受到影响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抽个时间 跟志秋交接一下 让她帮你顶一顶 另外 在你请假这段时间 我希望 你能上半天班 给志秋帮帮忙 至于你妈妈那里 可以先找一个护工 费用公司来出 你看 请假的 您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谢谢您 想得这么周全 志秋 你的意思呢 我觉得 不太好吧 我一个副总主持工作 让总经理给我帮忙 这个是不是有点 太那个了 我怕影响不好 再说了 要是真有事 李总又不在 我是 该拿主意呢 还是 接着找李总 总不能什么事 都来麻烦您吧 那你的意思是 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 我觉得 能不能 把我和李总的位置 暂时地 稍微地调整一下 这样 要不然工作起来 名不正言不顺地 不好 我 我 狠飞啊 志秋刚才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公司目前正处于 大发展的时期 必须要有一个随时 拿主意 随时解决问题的人 如果你要去照顾你母亲 可能在这方面确实勉强了一点 不如 先把你和知交的位置 临时调查一下 你看怎么样 我 服送公司的局面 好 陈老 您干吗让那个叶之秋 当这个总经理啊 他这个人毛毛躁躁的 能担当的其中任吗 佣人就像下棋 每一枚棋子 都要他自己的用心 叶之秋就是我马上要用的 这一步走出来 将是我扭转乾坤的一步大招 可是 李总也算是劳苦功高 您就这么把他放弃了 为了火帅 连局都可以救我 这一局我整整筹备了三年 一定要拿下来 就算是我亲儿子挡了我的路 我也绝不会收缘 这一局 现在啊 叶之秋成了总经理 老大都成了副总了 公司来了好多新人 都是之前叶之秋的小弟 现在把公司整得屋檐长期的 叶之秋当总经理 我看来陈护生 真的对老大下手了 但是说实话啊 陈护生对老大还是得照顾 照顾什么呀 你也直接秀都骑到老大头上了 还照顾我 我说得是真的 我说得是真的 杨子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吧 其实 其实是什么呀 跟老大发过事出 不能告诉你们的呀 开针呢 来来来 别别别 不是 打人不打脸 别 快点 开针 来 怎么了 陈护生 你问一下杨子 老大最近怎么样了 我问 你自己直接问他不就行了 我哪敢问啊 人家跟老大说了 不告诉我们两个 但没说不告诉你啊 开针呢 老大他妈病了 妈生病了 什么病啊 心脏病啊 还挺严重 好像得入院做手术 老大去跟陈护生 请假的时候 陈护生不但给了假 还把预言活工钱出了 但是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让他跟叶芝秋 把工作岗外调换 这样能不耽误工作 太奇怪了 陈护生到底要干什么 不管陈护生干什么 咱们得帮老大呀 我知道 你又不是不了解老大 你这个时候帮到他 能接受吗 还得想别的办法 我可什么都没给你俩说啊 你俩什么也没听见啊 唐飞哥哥 怎么了 看着我干嘛 你怎么回来了 想回来就回来了呗 再说我又没退租 你不是在外面 下午我那房子得退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啊 挺好的 欢迎回来 是不是小雨 欢迎回来 你怎么回来 妈 今天感觉好点满 好很多 都说你别老来看我 你一个大老总工作这么忙 你老来看我这不是耽误事吗 别听你妈的 她嘴上说不让你来 心里啊 可着急呢 这太阳刚刚往西边去啊 她就开始叨叨了 这几点了 这还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呀 我们这耳朵里都起茧子了 你不懂 她平时工作很忙的 这现在哪有老总自己干活的 都会安排下面人去干的 您儿子这么年轻 就当上老总了 多有福气啊 什么福气啊 还不是靠她自己一点点干出来的 我这个当妈的啥都给不了她 就教会了她能吃苦守本分 这孩子有个认劲 认准的事啊 一定要干到底 妈 您就别夸我了 对对对 你好好劝劝你妈妈 可别再夸你了 要不然我们家这孩子啊 这都不能要了 妈 怎么了 妈 怕是心脏有问题 你还愣着干吗 赶快去叫我医生 你给我看一下我妈 好好好 不着急不着急 医生马上就来不着急啊 大夫 我妈这病情怎么样了 很严重啊 需要尽快做手术 但是她现在这个身体 短期内连续做两次手术 对身体损伤是很大 但没有办法 不做手术 病人可能坚持不下去 好 那什么时间可以开始手术 快的话 这个月就可以做 但这种手术很贵 加上冠心病监护病房的费用 一天要好几千 你事先要做好准备 好的 没问题 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求求你 这份工作对我真的很重要 只要你让我留下来 我李登飞 给您当牛做马 干什么都行 求求你 好不好 好不好 李登飞啊李登飞 没想到你也有静天 早日今日也何必当初呢 处处跟我给争干 啊 行了 看在王氏的勤奋上 我就拉你一把 放你一条生活 谁让我心善呢 爽 爽 你看 不用客气了 李总老相识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哪儿成啊 我怕您自己找不到呢 我都来过多少次了 怎么可能找不到 您是不知道 我们公司啊 现在出了点调整 他换办公室了 李总是高升了 谈不上什么高升 反正您要谈业务 找我就对了 谢谢 李总 你 王总 你怎么坐这儿呢 哦 最近调整办公区 我就先搬到这儿来了 哦 王总 您不是要谈广告合作吗 来我办公室谈 来 哎 先忙先忙 走吧 啊 这边 他怎么这样 太过分了 别人都定稿了 就李总没有 谁知道姓叶子 又想什么鬼主意呢 李总也太可怜了 我觉得吧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没想 要是李总真是受了委屈 以她的东西 干嘛不辞职呢 是啊 这要换了我啊 早就走了 所以说呀 这里边不一定有什么事呢 听说呀 她在任的时候 扛了公司不少钱 但是叶总给她面子 没有赶她走也没有报警 所以她现在才坐在这儿呢 真的假的 我说她怎么一直在这儿呢 原来是心里有鬼 成片百出一副老板样 捂谁呀 衔妃啊 来了 怎么是你 殷淳 是我 我是施敏 不来看你了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请你出去 出去 殷淳 你别那么激动 别叫我殷淳 好 是我叫你什么呢 来 那我就叫你黎妈妈吧 黎妈妈 你别生气 我今天来 是找你有事啊 虽然 咱们离婚多年 可毕竟夫妻一场 你现在 生病 说实话 我这心里 真的很不是滋味 我一个乡下女人的病 用不着 你这个玉兰集团的大老板担心 看来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在腾飞公司见到过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 如今的大老板陈护生 就是当年那个 面朝黄土 卫朝天的陈世明 是 是 我们都变了 你也老了许多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不苦 因为我有儿子 我们娘俩过得很好 我知道你恨我 你告诉我儿子说我死了 一个人死在外面了 甚至连失手都引不回来 你还让他跟你姓李 甚至让他误以为 他的亲生父亲 也姓李 能把这一连传的皇爷 维持二十多年 真的是难为你了 在我的心里 那个没有尽过半点 父亲责任的陈世明 已经死了 活着的 是郭家的道叉门女婿 叫陈护生 英春 不 李妈妈 李妈妈你别激动 有什么话 我们可以慢慢说 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走 走啊 你没话跟我说 可是 我有话想跟你说 是关于我的儿子 腾飞的 他不是你儿子 我是不会让他认你的 好好好 你现在身体不好 这件事 我暂时不跟你争 但是既然我已经知道了 他是我的儿子 他跟我有血缘关系 我总不能就这么无视下去吧 我准备用实际行动 来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来找回我曾经失去的东西 你想怎么样 我警告你 不要打我儿子的主意 这里面有两百万 足够你下一次的手术 和手术之后的调养 为了让腾飞 我要再为你的手术费 四处喷勃 请你务必收下 你以为 用钱就可以赎回你的罪孽 带走我的儿子 你休息 别误会 我只是想让我的儿子 不要再为这点消失而费尽心思 对了 除了这两百万 我还会给你更多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他不是你儿子 我不稀罕 他也不稀罕 请你出去 出去 看时间 滕飞 差不多该来看你了吧 什么意思 你还想见他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李英春 你别太自私了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滕飞想想吧 从小到大 除了贫穷 除了让人看不起 你还能给他什么 他的将来 你又能带给他什么 你好好想想吧 我还会再来的 你好好想想吧 那个没有尽过半点 父亲责任的陈世民 已经死了 活着的 是郭家的道茶门女婿 叫陈沪生 不是你儿子 我不在乎 腾飞也不在乎 从小到大 除了贫穷 除了让人看不起 你还能给他什么 腾飞 坚持住 马上就到了 出了这种事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求求你了 走 走 有妈妈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让你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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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别哭 先是我一顶口一半 你看妈妈 给买什么好吃的了 来 妈 桃酥 她们你吃 你吃 你吃嘛 妈妈不爱吃 妈妈不爱吃 妈 妈 我考上了 你看 北方精华大学 李唐飞 他有个儿子 妈 妈 你辛苦了 妈 你辛苦了 儿子 你放心 绝对我来想办法 儿子 你放心 绝对我来想办法 我来想办法 你不要再来想办法 我来想办法 你一直 State 妈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儿子 妈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应该休息了 妈睡不着 妈对不起你 你爸爸他还活着 他没有死 妈 你别说了 我都听见了 你都听见了 你能原谅妈妈吗 妈 对不起你 儿子 妈 妈 对不起你 妈 我不怪你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人憋在心里了 就算他是我爸的话 用能怎么样 从小到大 我没花过他的一分钱 没吃过他做的一顿饭 也没和他过过一次生日 就算您告诉我 我也不会丢下您不管他 儿子 儿子 可毕竟他是你爸爸 你还年轻 正是有作为的时候 妈不想耽误你啊 妈您别说了 我是不会认他的 也不会离开你 我记得 在我发烧的时候 背着我送上 几公里的路 去看病的人是您不是他 我记得 当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 担心我吃不饱 睡不暖的人是您不是他 我记得 省下了自己看病的钱 就是为了能供我上大学的人 是您不是他 妈 虽然我们去红 但是他的钱我们不要 儿子养你 儿子 我的好孩子 儿子可以养你了 您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我不能在这儿啊 这房子用的好像还是我的名字吧 说什么呢 你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让小蒋去接你啊 那我怎么敢呢 小蒋可是你陈某人的义勇之人 我怎么敢随便使唤呢 夫人你说什么呢 咱们是夫妻 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什么 真的不用分那么清楚 没应这好好的 你说你这又唱哪出啊 好好的 好好的 那个 你去医院干吗呀 我是去了趟医院 他现在病得厉害 我呢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心意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三十年都没见过面了 你总不会为这点事 上门兴事问罪吧 哪倒是啊 我也不至于为这点事 兴事问罪 其实我跟你说 李英春到底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不过 他好像一个儿子 在你们公司做CEO 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是 你说的是李腾飞 他以前是在公司里 那他人呢 我倒想见见他 他现在辞职了 辞职了 对 那为什么呀 这么好的工作 又有你这么一个大善人照顾着 干吗辞职呀 难道是公司容不下他 还是 经过整个玉兰集团的CEO 也要信李了 夫人 绝无此事 我呢也不瞒你 这件事我也是刚知道的 我正在考虑怎么跟你说 说多了吧 怕你担心 说少了吧 我又怕你不放心 今天你来了 那就把这件事情说透 我发誓 我陈护生 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陈世民了 跟李英春和李腾飞 绝无半点关系 哦 这么说 你还真舍得你那个亲生儿子 我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是 我是他的亲生父亲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啊 一点都没有 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是将感情的 不只是将学院 再说了 这个李腾飞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儿子 现在也不好说 是不是 你这个老狐狸啊 永远都不会说实话 还是我听你说了吧 在你的眼里啊 人和人的关系 既不是讲感情 也不是讲学院 而讲利益的 所以 你记住了 你的根在哪里 你的利益在哪里 你做事 就不会犯糊涂 犯错误 是是是 我夫人说的是 怎么样 这回 你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 就出来吧 你怎么在这儿 他呢 是来找你的 他呢是来找你的 只是先碰上了我 以我对你的了解呢 我觉得还是让他当面 死了这条心 所以就让他 特地留下来等你 这样对你对我对他都好 那这个人 在去 遇见我 你会在那儿 不过 你会在这儿 可不得把他 手机要是 对这样的 让他去 你會在这儿 之前辞职 没来得及跟您说一声 实在抱歉 陈老 这些年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栽培 谢谢您 陈老 不管怎样 您能去看我母亲 还是感谢您 陈老 不耽误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人还没死就对女三鞠躬 这分明是对你的遗体在告别啊 我也是啊 在她妈妈的说法里 你早已经是死人了 郭美云 你太过分了 你愣着办法呀 还不给我赶紧追出去盯着她 是 夫人 是 夫人 陈老 您慢点 夫人让我 吃里扒外的东西 陈老 您错怪我了 真不是我告的秘啊 您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说呀 我 再说了 知道这件事的人 又不只是我一个人 菲菲 我这个贱人 早晚我会收拾她 还有你 陈老 您去哪儿 我送您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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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儿子 儿子 来 儿子 来 来 过来 我是她的亲生父亲 可是我们之间 没有感情啊 一点都没有 人和人之间 是讲感情的 这个李腾飞到底是不是 我的亲儿子 现在也不好说 来 怎么了 你那么坐这儿了 老大 给你打了一天 电话也都不觉 出什么事了 说来话长啊 你呢 怎么回事 咱们不进去 这事啊 也说来话长 这个叶之秋啊 还真挺会腹地抽心的 要不是我提前准备 还真被他们打个措手不及 你呢 说说你的事吗 你先私事 私事的话我就不问了 不过 如果你自己搞不定的话 记得来找兄弟 怎么了 真不想知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想听听 那我问你一句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相信我吗 相信我吗 你说的这个大合同 靠谱啊 当然靠谱了 这是我们李总亲自介绍的 他观察了一个月 同时也谈了将近一个月 从昨天下午开会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双方都把合同细节 全部确定下来了 您说靠谱不靠谱 李总 什么大客户啊 说出来给我们听一听 后续啊 我们都认识呢 是西河国际的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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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就是他 太强了 他现在 他现在 就在我公司的休息室里 既然都认识 就请来 一起聊聊 啊 去 左胡货 汪总怎么会在这儿 他是来跟我们谈合作的 而是一个 凌晨的正式 老板 之后 三位都在啊 看到了吧 我脑子都可能在 不要了 あります 为移民 他们这是地下 和生牛僧 以后呢 彼此 要多顺顾 枯总 这怎么回事 这个 李总没跟你说吗 我们公司决定 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 你看 我这不是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吗 不是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要签合同了 您跟我们说终止合作 为了你这合同 我们都跟别的公司终止合作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要签合同 那就是还没有签吧 我当然有选择 合作不合同的自由 对了 你们也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啊 王总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解释 李总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你来回答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回去之后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咱们公司 不值得汪总的投入 出于对汪总和资本的保护 我建议汪总和包总谈合作 老大 你 你 老大你没事吧 你到底站哪边的呀 他是哪边的还用说吗 我 报告 先坐 李东飞 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你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吧 咱们李总可大有来头啊 他的亲生父亲 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陈护生 陈老 老是什么啊 你是陈护生的儿子 老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唐飞哥哥 这是真的吗 老大 你爸爸是 我为什么不能是陈护生的儿子 腾飞 腾飞 你等等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认你吗 离开家的那一年 我已经三十岁了 为了让我新出生的儿子 别再像我一样 在穷山僻壤里挣扎 为了能让你的妈妈能过上好日子 我宜然决然地走出了大山 因为穷 没人看得起我 有一次生病 为了省一只几块钱的腿烧针 我差点死在路上 也许是老天看着我太可怜了 我被一位 富家千金给救了 在他的公司里 我第一次开阔了眼界 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从此 便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你就抛弃了我和我妈 成为了国家的女婿 是 腾飞啊 我知道 你还在恨我 恨我当年无情无义地抛弃了你们公子 恨我这些年来 隐形埋名对你们不闻不闻 恨我即使知道你是我的儿子 也不敢相认 还说出了那么绝情的话 可是爸爸 真的是有自己的苦衷啊 倒插门入主国家 如果我不从的话 他就要去告我 让我在监狱里 待上一辈子 想到你和你妈妈 还在等我回去 我只好先敷衍着 先答应了他 我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避开他 摆脱他对我的坚实 也是为了寻找你们母子 寻找我的亲生如中 为了放着郭敏英 一身一鬼 整整二十年 我都不敢轻举妄斗 二十年呀 我多想抱抱我的儿子 同飞 那天当着郭美英格面 我说的那些话 都不是真心的 他这个人嫉妒心义气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不想看着你跟他发生冲突 我不想你被他害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你妈想想吧 如今 我已经在这里另起楼灶 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 同飞 我需要你来帮我 帮我好好地经营他 壮大他 到了那时候 这些全都是你的 我的资产 我的人脉 我的经验 全都是你的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现在 你要学会放弃 不能让任何人阻挡我们父子 包括那个于彭月 在利益面前 人心菩萨 更何况他姓于 你姓陈 别忘了 你的身上流的是我陈世民的血 唐飞 只要我们父子练手 没人会成为我们的对手 你是个理智的人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不许可 我相信你 你忘了当初怎么跟我说的 我们是兄弟 我们要一起把失去的东西 夺回来 李冯月 你太天真了 我是说过 但是此一时 彼一时 失尺难料 既然我知道现在这些东西 已经是我的了 还为什么要夺啊 只要守住就好了 李腾飞 你 白天啊 你 走来 不要叫我啊 我不这样把事情搞大 而且我还很开心呢 李腾飞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给我醒醒 醒不醒 该醒的人是咱们的 是我们看错了人 看错了人 我还自以为是地以为 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低倒两回 没想到这两回 都是被你给暗算的 李腾飞 真狗汉 各位老总 先请坐 我们吕总 这些风话就不要再说了 这是高档写思办公楼 不是你们这些江湖草根 打打杀杀的地方 废话 备催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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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兄弟两个人的纠纷啊 我们管不着 我们只认合同 只认素财 只看财务报表上的业绩 是不是达到了我们 对赌协议上的要求 达到了呢 那就恭喜你 达不到 那就愿赌服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合同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既然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又在开股东会 那么我的第一个决定是 请你们出去 李 李总 你说什么 让我们出去 怎么 我没说清楚吗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 请你们三位 出去 这是我们的地方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你们三位刚才不是 已经把股权转让给李总了吗 我们现在在开股东大会 既然你们不是股东 当然以后必要回避一下 不过你们放心 今天的场地费 我们来处理 李同飞 你臭小子搞什么 陈老在这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别喊 陈老怎么跟你说的 我怎么会知道 再说我也没兴趣知道 这李同飞 李同源 好啊 很好 我跟过话你 你跟我说啊 不是 你们 你们到底要找谁啊 谁谁 陈后山 我看你这么说 请吧 请三位放心 转让的钱我会按照协议 及时打到你们的账号 我说什么情况啊 你跟老大这唱的哪出啊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 相信我吗 陈务生 是我的政府 老大你没跟我开玩笑吗 那季后的账怎么打 该怎么打怎么打 那是你爸 但他不配做我的父亲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总之我是不会认他的 而且他对于我们公司 会想办法治愈此地 甚至不惜利用我还在的血清关系 以他的人品和做事风格 他能干出来是不是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认你吗 他想让我给你介绍客户 给我介绍客户 这位是西河国际的汪总 来 汪总 这边请 你先去看看 在关键时刻 由我配合这个客户临震倒戈 给你带来一个附地收心 你怎么说 答应了 不交个投名状的话 怎么可能会套出他的底牌 他还有底牌 他这个人不到最后一刻 是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的 俗话说 将欲取之 必先欲之 既然他愿意演戏的我 那咱们俩就陪他 也一出骨肉鸡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 陈吴生的底牌 我已经莫清了 这三十年来 他一直企图摆脱郭美营的控制 这一次 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手段 让包总他们同意 把股份转让给我 下次的股东大会 我会让包总他们进来 把手里的股份 全都转给你 这样之下 他们就可以通过我 间接地控制着咱们公司 帮他开辟出一块 在郭美营控制之外的自留地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我们还是兄弟的话 那就一起把失去的妒忌夺回来 现在 机会来了 大鱼 大鱼 你闷天 你说大鱼 你说我出什么来的 你跟我说我是虾如假 我是虾如假 我是虾如假 是虾如假 是虾如假 虾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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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激 老婆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我不来的话 还要谁会来啊 如果不是那个愚蠢的女人自作主张 就凭你们手里的那封信 根本就奈何不了我 我是说的 可并不是输在你们手里 我这是命 人是斗不过命的 我认了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忠瓜得瓜 忠斗得斗 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你自己的选招 和命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年轻人 不要得意得太早 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是没有尝到名利的滋味而已 早晚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吧 对你来说 名利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一天 即使你拥有了全天下的财富 但是你已经老得 看不清一万卡上的数字 抬不起付钱的时候 甚至已经忘记钱是用来干什么的 到那一天 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 你妈妈 她怎么样了 刚刚做完手术 很成功 医生说只要好好休养 就会好起来 那就好 对了 这张照片 是我妈让我带给你的 可能你都忘了你原来的样子 但是我妈还记得 对了 不管怎样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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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有话说 大飞 小飞 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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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